9月19日,第23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时隔三年,工博会再度回归线下 共设置九大展区,内容覆盖工业全产业链 展会现场呈现了一副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本届工博会以探寻新工业、数据新经济为主题 共吸引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余家企业参展 其中,施耐德电器就以数字化加速,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工业为主题 带来系列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及深入洞察 以期助力中国工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我相信未来在人工智能上还会有更多的迭代和新的技术 在这方面,我相信会对供应链本身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我们期待的和说的话转型,我们还继续不断的深入 不断的要新的技术给供应链带来高质量、高效率的客户体验 本届工博会的机器人展区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 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 工业机器人领域企业参与数最多的机器人全产业链平台 众多机器人在此组团炫技 其中,一款食品加工流程高度自动化的协作机器人可谓赚足了眼球 上浆制饼,勘制鸡蛋,自动翻面,按需添加配料 自动拆饼,装带铲出 爱丽特在本届工博会上带来的这款煎饼果子机器人动作一气呵成 短短几分钟就实现了煎饼果子 从制作原料到按口味定制成品的自动化全过程 记者了解到,除了ABB,机器人展区还汇聚了四大家族的另外三家 发纳科,库卡和安川电机,以及埃斯顿,星石达,杰卡,星松等国内机器人整机领军企业 全球或全国首发的以机器人为核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预计将有300多项 新能源车还能做到自动充电应用模拟电动汽车自动插拔充电的过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旋转机构带动充电座随机调整一个位置 3D相机拍照定位充电座位置,杰卡机器人携带充电头 实现了自动插入充电座中的模拟充电 机器人是跟摄像头进行通讯 3D的这块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定位 把这个充电桩和它的一个充电口进行一个对接 机器人去完成整个的一个自动化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完全是无人化的一个操作 所以运用了这台设备之后呢,不论是我们的男性女性 其实整个的一个体验上会加强 据悉,本届工博会上将发布近千项新产品、新技术 展会规模之大、难级之高、新产品之多、创历史之最 该展会将持续展至9月23日 219 이런 3—2—6—328—6—6—框子通道